嗨 各位豆粉們你們好 不論你是紅豆綠豆大紅豆 我會治好你的青春豆 這一集我要來討論一下口腐A酸 就是除了講口腐A酸的一些小小的科普 然後我也會解釋一下 為什麼全台灣的口腐A酸會大缺貨大概一個月 然後這個只是公布一下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會有很多的豆粉們 或者是病人們受到影響 所以大家先稍微共體時間 以下下 全台灣的口腐A酸即將大缺貨 大概一個月 那我們自己的彈藥庫裡面 其實只剩下一兩天的庫存 然後我相信其他診所或許會比我們再多一點點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因為全台灣的口腐A酸它是羅氏藥廠出來的 然後它的商品名叫做Realcutine 台灣就只有這一個口腐A酸而已 它沒有別的牌子了 這個藥它必須要從國外坐船過來 如果說萬一這個藥廠它沒有辦法製造出來了 那就一定會斷貨 前一兩個月的時候是10毫克的斷貨 現在是20毫克的斷貨 那最近呢就是全部都斷貨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是因為他們說他們的製造機器壞掉了 你知道這個我有多無奈嗎 好就是 嗯 就是當你的很多的病人很需要這個藥的時候 他沒有了 那它也很難有一個替代的方案 是因為它收乾痘痘的速度實在是非常快 而且如果你今天你是非常嚴重的痘痘 你的確會需要這個藥立刻下去 讓你的痘痘好很多 那嚴重痘痘需要口腐A酸 不要讓它流痘吧 這個是所有皮膚科醫生的一個目標 這個就會衍生一些很多很多的問題 沒有口腐A酸了那我們該怎麼辦 好那這一集是我想要教大家的 第一個問題 病人會問說你現在沒有口腐A酸 那我口腐A酸斷掉了之後 我的Cumulative Dose 就是我那個累計劑量是不是要重新開始酸 是不用重新開始酸 第一個是因為口腐A酸它的效果 可以延長到8個禮拜之久 就是你最後一顆藥到它完全看不到那個 口腐A酸的那顆效果大概要8週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1月1號 或是1月10號才拿到口腐A酸 你趕快開始吃 其實我覺得並不會差到太多 那因為你可能一個月或兩個月沒有拿到口腐A酸 我們至少可以做一些事情吧 就是我常在影片裡面教大家的 A酸、A醇、A醇、果酸、水羊酸、杏仁酸 這些東西來再幫助你的角質代謝 幫助你皮脂腺代謝 不要忘了口腐A酸它在我們皮膚裡面 會轉變變成1帶A酸 所以當你沒有口腐A酸的時候 你就認真擦1帶A酸嘛 雖然1帶A酸真的不太舒服啦 但是我還是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藥 總結一下不用再重新計轉 接下來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我最近這幾年看到的一些醫學期刊上面 所講的一些報道 以前我在皮膚科裡面學的 它是說要每個人每公斤吃到0.5到1毫克的口腐A酸 在四個月裡面吃到120到140 我有看到150的這個劑量 好這個很多數學好 那意思就是說好 如果我現在50公斤 我吃0.5毫克 就是我每天我要吃25mg 50公斤乘以0.5 我每天要吃25毫克 那120公斤乘以50公斤 那我要吃到6000毫克 那除以25我大概要吃240顆 這個240顆除以30天 我大概要吃8個月 我才會達到累積劑量 這個剛剛跟剛剛講的什麼 在四個月就達到120到140 你就會覺得說好像數字 正好好像差了一半 我開口腐A酸開了蠻久了 我覺得真的要吃到這樣子的數字 病人一定嘴巴乾啊 然後眼睛乾啊 嘴巴裂啊 然後不舒服真的會太多 所以現在又有另外一派的說法 就是說他是吃非常非常低的劑量 好像馬來西亞有做過一個研究 就是不管他今天是嚴重於否 他都每天讓這個病人吃10毫克 然後他的那個青春痘 也是可以獲得到很大的控制 那這個取決病人是否有吃夠長的時間 他的復發機率就會降低 那所以這個怎麼應用到口腐黑酸短缺呢 好 如果你今天你最後一次拿口腐黑酸 醫生只給你15顆 然後跟你說 Sorry 因為短缺了 我們沒有辦法再給你更多了 那你可以怎麼做 你如果是拿20毫克的 你一個禮拜吃個兩顆 甚至一個禮拜也吃一顆 你有維持性的去抑制你的皮脂線 我覺得可以去度過這一個月到兩個月 你沒有口腐黑酸的時間 但是開立口腐黑酸這件事情 還是跟醫生的想法 跟他用藥的藝術非常的有關 所以你今天你拿口腐藥的醫生 他是給你另外一種建議 其實我還是要叫你去聽你原先的醫生 因為這樣子他最了解你的狀況嘛 OK 先講數據 大概有三層的民眾會復發 大部分他都是屬於比較嚴重的 或者是他所服用的時間比較短 那現在越來越多的醫生 他們所開立口腐胃酸的方式 其實是用低劑量 但是非常長時間 然後讓他皮脂線能夠長期的萎縮 而造成一個長時間的痘痘的remission 那這裡要講到就是說 其實痘痘青春痘 是非常非常難治療的東西 那為什麼他會難治療 因為他是一個抑制皮脂線的東西 皮脂線裡面有太多的幹細胞 所以幹細胞是什麼東西 他會一直不斷的複製 所以你沒有辦法殺死皮脂線 所以你永遠都還是會出油 還是會長痘痘 那當你沒有抑制很久的時候 那個幹細胞永遠都不死啊 那你當然很快速的 他就會復發 所以口腐胃酸不要只吃一下下 你應該要吃夠久 然後最重要還是安全在安全嘛 所以我們還是會要求病人要抽血 要驗尿 然後要在安全不懷孕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給病人吃口腐胃酸 最後總結就是 如果你手邊沒有口腐胃酸了 然後他油脂如果有慢慢又出來一點點 不要緊張 好我們等待口腐胃酸到 那你趕快回來診所開藥 或是到你家隔壁如果還有藥的話 你就趕快去拿 然後呢在這段時間你要重清潔 要去角質 用國酸水洋酸 A酸A醇A醇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可以治療痘痘嘛 好記得喔 好以上是 這也不是教育短片 好反正是一個宣導啦 嗯 喜歡我錄這些東西的 Like和Share我的YouTube Channel Bye Bye 文字幕為了解 我為了解 我們很方便 然後我們在這兒 再次 他們 Wednesday 回到 ビーベー 進去 下山一茄子 就會往前 吧 來 下山一茄子 貼文